來 駕駛 架上一排排藥妝品 從頭上抹的 臉上敷的 到身體擦的 應有盡有 日本藥妝店 不管店內 店外擠滿人潮 每個人手裡大包小包 架上感冒藥 鼻炎藥 及像熱賣的商品 幾乎快要被掃空 一定會帶 一定會帶胃腸藥之類的 女生當然是藥妝 就是說一些保養品 還有一些譬如說腸胃藥 因為台灣的腸胃藥不是 不怎麼保險嗎 台灣人豐買日本藥妝品 受歡迎的還有各式各樣的維他命 另外像是質養乳膏 眼藥水 以及消炎的口內膏 通通被列為到日本必買 是我們觀光客去日本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觀光客 應該都是會買日本的藥 因為日本的藥非常的好 不只藥的品質好 價錢也比在台灣買便宜 以一罐維他命為例 台灣售價大約2500元 但如果在日本藥妝店買 只要不到1400元台幣 價差將近五折 不過從國外旅遊帶藥回來 要特別注意了 不可以超過12瓶 或總量必須低於1200顆 如果超量就得先申請進口同意書 萬一你沒有事先申請 那你郵包寄進來的話 會先被留置在海關那邊 然後等你完成了這個申請的動作 然後拿到我們的核准函之後 你才能夠把你的郵包領回去 預計從7月1號開始加強實施 提醒到國外旅遊買得開心之餘 還得注意台灣法規 千萬不要以身是法 記者綜合報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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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